党台电阿把施工,人民无罪 继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上周判决政府对苗栗大浦农地强制征收案违法后 张化地方法院50岁法官陈毅中 左右针对2011年间,北斗镇民众与县议员李俊玉等12人 人肉阻挡台电工程车,施坐超高压书店陷入工程,设强制罪,判决无罪 法官认为当时台电已停工,无意继续施工 被告围车表达诉求是和平行为,根本非强暴胁迫 法官并援引六四天安门事件,北京民众王维林以肉身党坦克为例 认为台电协其财大气粗之势,未经沟通就进行施钩 若是民众只能团结逼台电软化,且肢体诉求并无立即危险 应视为言论自由保障范围,若将党坦克的王维林视为强制罪 驾驶坦克车的快子手,反变成被害人,与人权普世价值相违背 因此判无罪 对于判决,县议员李俊玉表示,终于还他和居民一个公道 台电则回应,该工程已在同年九月完工送电,台电尊重判决 这个判决一出,对目前有抗争者吃上强制罪官司的台北文林院独更案 其苗栗院里反风车案,具有指标意义 台湾农村政线发言人蔡培慧说,判决考量居民权益,令人感动与振奋 台湾劳工政线秘书长孙友莲也说,有助人民以和平反抗方式,拒绝不当行政开发 但也有法官认为,扯到天安门根本扯太远了,在法治社会,当自己权力受侵害,只能依法救济 否则此离一开,国家施政可能处处受阻 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昨对此表示,感谢法官引用六四事件 说明勇气和抗争是普世价值 动新闻综合报导